中国民间的这些纠纷 包括祖殿纠纷 祖雇纠纷 乃至祖奴纠纷 都比欧洲中世纪的农民和贵族纠纷 要更容易发生 从这个意义上讲 你要说中国农村中存在着阶级斗争 也不是没有道理 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说 这个乡村和谐论 你如果把它和现代社会的理性人做比较 你当然可以说 那个时候还是比较 就是人情 这个乡里乡亲的人情 这种东西还是起重 但是你如果在做跨文化的比较 恐怕你就不能这样说 那么不要说比西欧 我们就是比俄罗斯也是这样 这个俄罗斯我刚才讲了 农民战争和这个领主和农民的关系 并没有多少相关 这个普加乔夫这些人都是哥萨克 而不是真正的农民 那么俄国的农民和他们的主人 会不会产生矛盾呢 应该说也是会的 所谓的阶级矛盾也不是没有 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 罗曼诺夫王朝时期的档案中 尤其是刑事档案中 就记载了很多这种 这种农民和他们的主人 发生纠纷的这些案例 但是这些案例相对而言 应该说是比较少 根据现在一些俄罗斯学者 他们的文章中的引证的数字 从1890年到1904年间 全俄农民骚乱 反映在司法机关的刑事案卷中 每年平均只有大概80多宗 那么到了司徒利平改革期间 这个矛盾计划 尤其是1905年 俄国发生所谓的1905年革命了 那个时候社会矛盾就比较多 每年曾经达到2400宗 但是1905年以后又回到 每年大概几百宗 大家知道俄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 每年全国只发生几百宗 应该说是很不多的 而且在罗曼诺夫王朝的这个时期 档案保留的是比较完整的 我们看到的基本上是 可以说是全部的档案 那么全部的档案 它反映的也不过就是这样 这个所谓的骚乱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知道中国和俄国都有一个 凡是中央集权的国家 都有这种类似的规定 就是一般的小案件 它是不报到中央来的 凡是报到中央的案件 一般都是比较大的 那么中国一般来讲 死刑案件必须通过刑部 而且是由皇帝批的 那么一般的案件就是在下面处理了 中央没有它的案件的 在俄国 当时的定义就是所谓严重的这种事情 定义就是发生了人身伤害的 就是伤了人或者死了人的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标准 比我们中国刑部案件保留的标准 还要更严 不是还要更宽 是吧 它是只要伤了人 它就记录的 我们是死了人才记录的 就是命案才经过刑部的 是吧 那么我们中国也有这样一批档案 这就是啊 这个故宫 民情档案中的那个刑科提本 是吧 大家知道我们 以前的那个惯例是 这个每年 这个这个 凡是死刑重犯 都要报到刑部来进行三审 是吧 而且皇帝最后批了 才能够处决 是吧 因此有人说啊 中国传统时代是很仁慈的 每年杀的人很少 不过这个话又说回来了 是吧 早就有人指出过这一点 中国虽然皇帝批准 是吧 正式处决的人很少 但是每年都有大量的人 被关死在监狱里头 是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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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监狱里头啊 就是就是给给或者给打死了 或者给什么饿死了 或者给劳改累死了 是吧 像这样的事情 每年都有不少 是吧 呃 并不是 并不像这个制度表面上想象的那么 呃 那么仁慈 是吧 呃 不过不管怎样 按照中国的制度 是只有死刑犯 才上报刑部的 那么刑部的提本呢 现在就积累下来 浩如烟海的一大堆 是吧 那么 六十年代 中国就有一批学者 开始整理这种刑科提本 而且大家知道六十年代 当时是非常呃 强调阶级斗争的 因此他们整理刑科提本 第一个啊 第一个研究项目 就是研究刑科提本中的阶级斗争 是吧 于是他们就把刑科提本中 凡是土地债务内的这些案件 全部都集中起来 是吧 呃 专门在故宫博物馆 呃专门立了一个 呃 很大的权宗 叫做呃 土地债务内的案件 当然了 土地债务内的案件 一定要闹出人命 才能够在那里有记住 记录 如果是一般 比如说我偷了你呃 一百块钱 然后被官府呃 关了三天 像这样的案件 不会在刑部中呃出现的 是吧 刑部中一定是我啊 我为了呃呃 呃这个土地纠纷 是吧 我把你给杀了 或者呃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那个地主和店户呃 发生纠纷 是吧 比如半夜计较 呃高于高于宝 高于宝 如果把周八批给杀掉了 是吧 或者周八批把高于宝给杀掉了 是吧 那么这个事情就报到刑部 是吧 成了一桩案子了 那么这个土地债务内档案 在乾隆一朝的刑科提本中 就有多少呢 是吧 就有五万八千多件 是吧 这个五万八千多件呢 都是死刑中案 比俄罗斯档案中的 所谓骚乱的收入范围 要延得多 而且我们知道 乾隆年间的档案 保存的完整程度 与二十世纪初 俄国档案保存的完整程度 相比是差得很远 是吧 呃 我国民情档案在明末清楚啊 是散乱的 很厉害的 曾经差一点 可能大家都知道 这个八千麻袋的这个故事 是吧 差一点就被拿去造纸去了 是吧 这个这个清王朝 呃 灭亡以后 这个档案没人管 是吧 呃 于是那个很多人说 这个东西太占地方 是吧 然后那个故宫的呃 当时的呃 刚刚把皇帝撵走嘛 是吧 然后那个北洋政府派了几个呃 也也不太内行的人 在那里管理 是吧 于是他们跑到宫里头 一看对着很多废纸 于是就呃 装了八千个麻袋 准备运去造纸 是吧 然后被那个呃 一个著名的学者 叫做罗振玉 是吧 呃 发现哎呀 他觉得这个批东西是宝贝啊 是吧 呃 然后马上他自己掏钱 把这八千麻袋呃 废纸给给买下来 是吧 然后就呃呃 抱到那个那个呃 上面是吧 然后上面派呃北京大学和呃 包括我们清华的那那个什么四大导师中的下面的一些人 是吧 然后在故宫呃 呃五门楼上是吧 呃 搞了一个什么清朝档案的整理小组呃 然后才把这批档案给保留下来 但是在这之前呃 丢掉的已经是非常多 那个时候档案基本上没有管理 是吧 呃 所以 刑科提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不完整的 如果完整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呢 是吧 而俄罗斯的档案比较完整 俄罗斯 也就那么多 是吧 而我们的这个土地债务类档案都是闹出人命的 是吧 仅仅贤隆 仅仅贤隆一朝就达到五万八千多 剑 贤隆 大家知道是多少年呢 是五十九年 是吧 呃 这个贤隆皇帝其实本来还可以当 嗯 还可以当得更久 但是他说他不能超 他不愿超过康熙 是吧 因此他五十九年他就退休了 是吧 那么六十年吧 是吧 你把这五万八千剑除以六十 是吧 每年也有一千多件 是吧 应该说这个啊 中国组电纠纷的发生的频率啊 从总体上看 要比俄国要多 比西欧 我想也更多 西欧的情况我们没有没有具体的数字 是吧 但是我刚才已经讲了 如果我们认为俄罗斯介乎 中国和西欧之间 是吧 那么呃 中国和俄罗斯的差距啊 呃 可能就是相当于中国和西欧的差距的呃 一个折衷 是吧 那么呃 呃 西欧当然更是这样 因此啊 从总体上看 把中国传统的主电关系说得那么和谐 我觉得啊 应该是有问题的 呃 在这个意义上 我并不赞同乡村和谐论 是吧 但是 我要说 尽管中国传统时代的主电关系 并没有 乡村建设派讲的那么和谐 但是这些主电矛盾 和我们讲的农民战争 应该说 是完全是两回事 这个主电矛盾呢 倒是和欧洲的农民与贵族的冲突一样 是吧 你可以说是阶级矛盾 是吧 是农民和他们的生产关系中的另一方 产生的纠葛 在欧洲 就是农民与贵族产生纠葛 在中国 就是农民与他们的雇主 或者田主 产生纠葛 是吧 那么中国这种纠葛 更容易产生 但是有一点和欧洲是一样的 那就是这种纠葛 往往和朝廷没有什么关系 是吧 因此这种纠葛 一般来讲 不会发生反对官府的问题 我们以前六十年代评论农民战争 经常有一个标准 是吧 叫做反对皇帝的农民战争 我们说那是农民觉悟了 是吧 那是农民有高度觉悟的体现 是吧 我们那个时候经常说 中国农民比西欧农民有觉悟 因为西欧农民不反皇帝 我们中国的农民反皇帝 是吧 那个时候我们经常说 在农民不太觉悟的时候 他们有一种现象 就是只反贪官 不反皇帝 是吧 我们当时一些人往往就说 那是农民没有觉悟 是吧 农民觉悟了 他们就会像李逵那样 是吧 杀到东京夺了鸟位 是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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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没有觉悟 是吧 那他们就不会想到 杀到东京夺了鸟位 而是只是 杀个县官 他们就满意了 是吧 但是我要讲 其实从今天看起来呀 杀县官和杀皇帝的距离 其实并不是太远 是吧 因为大家知道 因为大家知道宪官不是领主 是吧 宪官是朝廷命官 宪官其实本身就是代表皇帝 他和领主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吧 而我刚才讲的这个 贤隆行科提本中的这些 这些乡村中出现的这种所谓土地纠纷案件 闹出命案的 虽然数量很多 但是通常 他们不但不反皇帝 他们连贪官都不反的 因为他们这些矛盾和贪官就没有什么关系 是吧 这些矛盾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那都是民间的纠纷